過去我國外貿企業 在國際競爭當中 面臨的利潤偏低 同質化競爭嚴重的問題 如今也都在悄悄地改變 從產品出海到品牌出海 中國的罐頭企業 在全球市場上經受住了考驗 正在改進的 這款軟裝米飯罐頭 即將作為自主品牌的新產品 推向海外市場 在全球範圍 打造罐頭產品的品牌價值 已經成為了中國罐頭行業 很多人的一個共識 強一個品牌影響力 這樣在我們以後外貿過程中 我們就不會被動 達到我們企業的一個長處發展 為了讓中國罐頭新品牌 更好佔領國際市場 黃岳熊想到了新的思路 瞄準新興消費趨勢 在國內市場開發和測試新品 一旦創新產品成熟 再迅速推向國際市場 國內國外它是會形成 一個非常好的互動 就比如說這幾年有一個情況 就是你在國內賣得好的東西 它跨電檔商走得就很好 然後如果國外賣得好的東西 通過一定的渠道 國內的人他也有很高的一個認可度 今年很多像陳俊興 和黃岳熊這樣的罐頭企業 擁有了外貿老兵 內貿新生兩種身份 國內市場新消費新業態 包括營銷方式中的 新鮮玩法等中國經驗 都給傳統外貿企業的品牌出海 帶來更多靈感 從事跨境電商服務的 鄧超玲告訴記者 不只是罐頭行業 觸及範圍更廣 能夠直接接觸消費者的 跨境電商模式 成了不少傳統外貿企業 轉型升級的新機會 數據顯示 2022年中國跨境電商 出口1.55萬億元 增長11.7% 已經成為推動外貿轉型升級的 重要抓手 讓更多的價值留在我們中國 反補我們更好的發展 而且品牌價值 這個溢價空間 並不是只是單純 我們產生的經濟價值 也有很多的潛在的 其他的價值 讓我們有更多的 更好的東西可以走出去 專家表示 在內外雙循環的良性互動下 外貿企業將在國際大循環中 塑造新優勢 不斷提高競爭力 品牌力 中國罐頭產品 將以更復活力的新形象 在海外市場 迎來更為強勁的增長勢頭 很多企業 現在在國際上 就完全都在打自己的品牌 隨著國際貿易環境 越來越不確定 罐頭行業 會承載更多國家的責任 未來中國在國際上 在這個罐頭供應方面 可能會扮演一個 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會不會扮演